空拍画面中原本的农田变成一片汪洋 这里是黑龙江省黑龙江的支流呼马河 湍急洪水一路席卷不但吞没一公里外的村庄 下游河堤也冰于崩溃 预计黑龙江干流的上游江段将全线超紧 嫩江上游将发生超十年一遇的洪水 场景转到内蒙古 大兴安岭一连下了五天的暴雨 当地消防人员紧急赶往河边 堆沙包护蹄 不知北方沿大水往南走江苏浙江到重庆四川 现在全大陆有17个省的143条河流 超过警戒水位 安徽黄山这对父子一不小心就被大水围困 湖北这位老师爱书成吃就算逃命也舍不得放弃 大陆各地先后传出惊险画面 而且危机还没解除 预计这两天南方的广东跟福建还会有强降雨 这份循环综合报道 请大家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